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句 一般都认为它是描写了当地 青海湖上空一带的环境 它渲染了一种气氛 这种气氛是一个什么样的气氛呢 我们要阅读下面几句我们才来判断 孤城遥望玉门观 这里引出了人 因为望 遥望是由人去遥望的 在哪里遥望呢 孤城 往哪个方向去望呢 玉门观 我们的头脑呢 有一个地图这样一个概念的话 我们就知道 孤城那显然是在西北方向 大沙漠 玉门观呢 恰好呢 就在东南这个方向 那么从西北那个方向 遥望东南的玉门观 为什么要望玉门观呢 代表着什么呢 我现在先不点破 然后再往第三句来看一看 黄沙北战穿军奖 黄沙大沙漠 那点古战场 北战那显然是一个夸张的一种数字 大约 打了这么多次战争 百次战争 那就战斗很多 穿金甲 就是把金甲磨穿 甲就是古代的战衣 士兵穿的 经常叫做铁衣 因为它里面呢 有铁的那些部件 来构造 所以叫做铁衣 那么现在把那种战衣铁衣叫做金甲 显然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表达 对 对它进行一种美化 对不对 或者说美誉 一美之词 实际上呢 并不是金甲 实际上是一般的铁衣 是吧 穿金甲这个穿就是磨穿 那 那就说明一个就是战斗的场数很多 很激烈 打得很残酷 好 最后一句 不破楼兰 中不还 楼兰就是古楼兰国 这个国呢 经常和我们中原 我们中原是一种农耕社会嘛 经常入侵中原 抢掠我们的果实 所以经常呢 中原呢 一旦我们的先祖们 经常和楼兰国展开了战斗 后来楼兰就拿来指称敌人 不破敌人 中不还 从字面上来看 好像各个字都认识啊 那么问题就是 这首诗的主题表达什么呢 表达什么样的主题呢 那么这一首的首诗的主题啊 有不同的理解 有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 也就是我们通常的理解 他表达什么 表达唐军将士 保卫边疆的豪情壮志 持这种观点的人 有复旦大学的教授朱东润先生 我读本科的时候呢 读的教材就是他编的 有沈祖芬先生 沈祖芬是我们的中国著名的一个唐诗宋词的研究专家 还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的唐诗选 是持这种观点的 第二种观点呢 第二种观点 第二种观点 恰好说第一种观点是相反的 对吧 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什么呢 是明清时期的 是明清时期的 诗歌理论家 建赏家 也是选家 沈德前 沈德前 是唐诗别才的编选者 黄淑灿 清淡 也是个诗歌的编选家 理论家 第三种观点呢 那你看看 其实这种调和的观点 他说前两句用低调 写七凉暗淡之景 传达但愿生入玉门观之情 后两句呢 用高调 是吧 显然前两句呢 就比较接近于第二种观点 他所讲的 后两句 他说用高调 表达不攻破敌国 消灭敌军 就永不归还的决心 那么显然又靠近了第一种观点 对吧 来个调和 这个是钟正正先生的观点 现在的南师大的一个教授 南京师大 为什么要出现有这三种不同的看法呢 请大家思考一下 这首诗 关键的问题出在哪里 如果我们把最后那一句 不破楼兰 钟不还的钟 换一个字 不破楼兰 是不还 这个态度很清楚了 对不对 那就是哪一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 但是现在的作家呢 不用这个是字 他用一个中字 中就是最终啊 不破楼兰 我们最终不能回去 所以这个字本身 它是具有什么 不确定性 具有不确定性 由于它的不确定性 就会造成对这一首诗的 什么 理解上面的分歧 也就是说 就会有多解 就会有多解 朱东润和沈祖芬先生 为什么持第一种观点呢 就是啊 这个 体现这个唐军将士啊 保家卫国啊 的情怀 提这种观点呢 他就是把这个钟 把它往 是 这一方面去理解 这个呢 是一种观点 那么第二种观点呢 他就把这个钟 理解为最终 啊 所以他就得出来 厌战司归 这种观点 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觉得是 也有他的道理 啊 你看一开头 青海长云暗雪山 给你的就是一个阴云啊 乌云 笼罩整个雪山 这样一个画面 为什么呢 第二个画面 这个画面啊 画面我们说也是 第二个意象出来是 孤城遥望玉门关 是守在孤城这个地方的人 孤城也就是孤零零的一个城 大沙漠 荒无人烟 只有驻军的军营在那里 这帮军人 遥望玉门关 那就遥望远处 往家乡那个方向的 玉门关那个地方 望过去 在那个唐代啊 唐代 唐代呢 沿着河西走廊一走 那么过了这个玉门关 那真正的进入到 大沙漠西北 大沙漠里面去 那个时候经常 都有人说就是 但愿深入玉门关 就是说 但愿你活着回来 那么问题是 以前的打仗 有很多的情况下 军人就战死在沙场了 就活 没有活着回来了 是吧 所以呢 现在戍边的那些将士们呢 是非常艰苦的 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 自己也 也不知道的 你看以前那个古 对于这种战争的那个描写 杜甫的那个冰车型 大家都可以学过吧 冰车型呢 居邻邻马萧萧的那个 首先呢写了那首诗啊 写了 咸阳桥边送别真人 那么结尾 他是怎么写呢 他说军不见青海头啊 古来白骨无人收 青海头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青海 这一代的那个战场 古自古以来 白骨 没有人去收 新鬼繁愿 旧鬼哭 旧鬼就是以前 历史上 在这里战死 沙场的这些将士们 新鬼 就暗子 现在咸阳桥边 送别的这些人 会不会变成新鬼呢 他说新鬼繁愿 旧鬼哭啊 到了天音雨诗的时候 声秋秋秋秋 是在这里模拟那种鬼叫的声音 这种就是写明战争的残酷啊 有多少人能够活着回来 这个是成为一个大问题的 所以才有 也是圣唐人所写的 是吧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润山 枪笛何须怨阳流 春风不渡玉门关 春风显然在这里就是比喻着皇帝的 啊 内容恩惠恩情 天恩 那天恩呢 到了玉门关 这里就止住了 不渡过玉门关了 所以他也关照不了我们了 我们只好在这里呢 常年累月的死守吧 对吧 如果呢 在这段时间打仗呢 战死了 那也就战死了 还活着呢 可能没有几个人了 这么回来 所以才是孤城遥望玉门关 望玉门关 也就是 往家乡那个地方望 也就是私乡 失恋轻人 因为那边的战斗太残酷了 所以厌战失归 也有它的道理的 对不对 那么 之所以有这样不同的看法 它给我们 啊 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这里就说明我们在四个见赏的时候啊 我们就要注意 啊 方法一 古典诗词中关键字词意义 往往具有不确定性 由于这种关键字词意义的不确定性 便会造成体质的多解 这个第一我们要知道 第二 不同时代的读者有不同的接受 这一点我们也要注意 大家注意 第一 刚才我们讲的 词地种观点的人 是朱东润先生 神祖芬先生 他们的著作发表在什么年代呢 一个是1978年 一个是1981 82 是1978 81882年 所发表的观点 这个时候 恰好是我们国家粉碎四人帮以后 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 是不是啊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那个政治环境 那就是大家都感到春天来了 解放了 我们的国家有希望了 是那个时候的观点 而沈德前 沈德前这个人 是明末清初的这样一个人 时代正在那交替 是吧 那么通过什么手段 那肯定是战争频繁的时候 对不对 黄蔬菜是清代的 所以他们在那个环境里面 他们读这首诗 更多的得出什么 厌战事归的感觉 所以呢 我们在读诗的时候 不要忘了 它有一个时代的影响 有一个时代的影响 当然它的时代影响 我们也不是说 那我们就乱说一气不是 你还是要根据诗词本身 作为依据 然后呢才受到时代的一个影响 两方面结合得出的感受 至少它有个依据 就是它那个忠字 忠字可以多解的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要讲的 从字入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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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